至於講到今天晚上的政壇伐燒話題 民進黨其實在昨天 原山大飯店召開了全代會 非常多綠營的大咖 其實都有到現場集結 總統蔡英文特別是穿上了 新款的棒球外套出席 不過那麼一句 原山飯店的冷氣還不錯 這句話立刻被沿上 因為其實同一時間 您看到一個對比框 有大批民眾頂著大太陽 聚集在凱道上面遊行 追求司法改革 還有居住正義 讓這些清零現場 包括鴻海創辦人 郭台銘忍不住痛批著民進黨 真的是何不食肉迷 總統蔡英文在全代會前脫口而出的 這句冷氣還不錯 讓在野陣營群起圍攻 所有人民的聲音而在銀山大飯店吹著冷氣收風揚晃 敬衛帝曾經在發生饑荒的時候 在曹天上講過一句話 叫何不食肉迷 前立委黃國昂漢王鴻館館長陳志翰號召群眾在七月十六號前往凱道遊行 訴求司法改革及居住正義 當天大批民眾頂著三十五度烈日和劉甲背 許多政壇大咖也到場力挺 而執政黨民進黨同一時間正在圓山飯店舉辦全代會 講述冷氣不錯是不是沒有想到正在凱道上面的民眾們 賴清德副總統還有我們現任的總統 卻在這個圓山飯店吹著冷氣穿著棒球外套非常漂亮 在在那邊開我們的這個全代會 這個就是標準的黨義凌駕民意 蔡總統我覺得他只是一個小小的這個開玩笑的這樣子的一句話 其實大可不必被這樣子大作文章 哪一個政黨辦全代會在室內不用開空調 綠銀反擊藍綠白政黨全代會都辦在室內 包括館長過去和黃國昌合體開直播 也是在室內開著空調 今年國民黨七二三全代會 更是辦在室內的板橋體育館 打機出去 只政黨一言一行都被放大檢視 不過如果無限上綱這場居住正義 被歪樓成冷氣正義 反而讓活動主軸變了掉 記得綜合報導